國民黨新竹市長初選證件說明會 19號一連三天 在東區 北區 香山區 各舉辦一場證件說明會 參選的李國璋 林根仁 許民財 輪番發表證件 三位參選人同時也表示 不論誰勝出 選後絕不分裂 初選啊 我們像是在辦喜事一樣 你看我們有很多充氣城堡 都給我們的小朋友 還有年輕的家長 帶著他們小朋友來這邊 度過一個愉快的一天 那二方面我們也在這邊呢 請我們的候選人 利用這個時間 把他這個心中的理想報復 為想為新竹市爭取哪些建設 也能夠啊 再透過這個時間 來跟大家做一個報告 那也請他們正式說明說 在二十五號 二十六號 二十七號 我們有三天的民調 那街道建化 能夠支持你心中 最想支持的人 那我們在原夜二十八號 會公告 公告我們民調 出選勝出的這個候選人 然後在原夜三十一號 經過中常會的決議 通過以後 我們就正式提名一位 這個新竹市的市長候選人 三位參選人分別以十分鐘的時間 闡述個人政見 李國章表示 判爭取出現機會 就算沒有勝出 也會尊重最終結果 全力支持獲提名者 林根仁提出增設青年事務局 協助青年走出失業率偏高 低薪兩大困局 許民才以一代二薪三連結為主軸 勾勒建設藍圖 要讓新竹市脫胎換骨 讓市民更幸福 凱破新竹萬事聯採訪報導